我们今天要学一个不容易的祷告 就是你祷告上帝不听 不听你的祷告 那怎么办 叫做保罗的刺 保罗身上的一根刺 保罗替很多人祷告 祷告一次 那个人病就好了 问题就解决 保罗为自己的一根刺祷告 祷告三次 上帝说我不听你的祷告 我给你过用的恩典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介绍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是马来西亚的教会 1981年有一个Full Gospel Tabernacle Church 在那边教会成长很大 所以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更大的地方 搬走的时候 原来的地方有一些大学生 他们没有办法搭公车转车 去新的地方礼拜 都难听也就是被遗弃 教会就搬走了 很多人就都搬到新的地方去了 因为一般上班的人开车 要去新的地方是很简单的事 那边比较方便 可是留下30个大学生 不知道要怎么 他们就说好吧既然教会搬走了 我们就自己在这里祷告 所以开始是这样子 在一个人的家里什么都没有 每一个人带一张报纸去 然后就看开来都在这里的报纸上面 就开始祷告 这三四个人当中有几个人 后来就被神感动就当传道人 其中一个叫做文庸某 另外一个叫文庸某 这两个我想是广东人 但是我一直要查他的中文查不到 不晓得怎么写 但是这两个当时都是大学生的leader 其中一个会写歌 他就写歌鼓励这些三十个学生 他们两个就写词 那首歌是用英文写的 写出来不太在英文界没有什么被没有流行 可是有人就把它换成中文 这一下奇怪 换成中文以后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在全部小中文 做大流行 我感觉好喜欢唱 我觉得奇怪 我写的歌怎么英文不唱 我用英文写的换成中文 大家喜欢唱 那首歌叫Every time I pray 相信你们可能很多人都会唱 那首歌他们用那种歌 鼓励大家说你祷告 神就会动功 你知道这个教会吗 从三十个人开始 三十年后 这个教会发展成有八十四个 这个团道人 全世界有七十天教会 就是有这个三十个大学生 这样开始祷告开始 真的是很特别 神给他们的恩典 可是这首诗歌我们来听听看 叫做Every time I pray 这是英文版 他们开始写的时候是这样子 给他人员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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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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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问题就在I move Every time I pray I move the hand of God 那谁比较有力量是我比较有力量 因为只要我祷告我就可以动上帝的手 既然我祷告代表我有一个希望 对不对 动上帝一定是照我的希望去动上帝的手 我希望可以把它改成这样子 我希望可以把它改成这样子 就要照我的意识动他的手 因为是我动他的手 这个叫做magic prayer 如果是我祷告上帝动他的手 那么是上帝决定他要怎么动他的手 不是我决定的 我祷告上帝动他的手 所以上帝有回应 可是上帝不一定照我的要求来动他的手 所以差别在这边 这叫做信心的祷告 所以信心跟魔法不同在于 所以主导 如果是我主导 我一定会跟上帝说 我会祷告 你应该说赞 每一次我祷告你就说赞 祷告赞 这样就好了 可是如果说我祷告上帝动他的手 他就不一定说赞 他可能可以说 好吧 OK 给你 他也可以动他的手说 wait 等一下 现在不给你 待会再给你 另外一个动我是说 对不起 不能给你 当地都有动手啊 有没有 这个也有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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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都有动啊 如果是我动的话 当然只有动这个 对不对 我怎么可能去动这个 我怎么可能自己祷告自己说不呢 就在这边 所以 我们今天要学的祷告就是 我祷告上帝咬手 那怎么办 这是保罗要学的功课 就是身上一根刺 祷告 上帝不照他所求的给他 上帝给他别的东西 那是 所以一个是 OK 一个是wait 一个是not 没有 不能给你